要駕很作人的 我是在店门口突然間被警員叫出去 要求我酒色 那我當下就覺得很疑惑 怎麼會是我沒有在車上 也不是行 Dios 也不是坐在駕駛位的狀況下 怎麼會把我叫出去門口說要酒色 因為他給我的理由是說 因為他有問我嘛 這台車是你的嗎 我說是 後來他說 他說那應該剛剛是你酒駕開過來的 所以說你剛剛應該是我的手開車 我說你不能這樣直接認定 後來我就說他就要邀請我酒車 我說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不太符合正常程序 如果符合的話我都可以配合 但是我今天是沒有在車上 車也是熄火的狀態下 然後跟朋友在門口聊天 突然間他說我這樣的行為叫做去勝 所以我對這件事情我一點百思不得實現